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接下來區議會選舉 我覺得DQ了黃之鋒 我覺得是意料中事 如果真的比起做到區議會險 這場暴戀會繼續下去 永無休止 那就不要去區議會了 這個風波 根本對飲食 已經絕對不可以復甦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加大力度 去阻止這場暴戀呢 我做飲食的 生意當然是強差人意 還有我們昨晚只有三張桌子吃飯 我是做旺角區的 還有今晚太子兩點 就說關地鐵更加 是的 每天的生意額 你知不知道跌了多少 普通我們那些 只不過是那些連鎖快餐店 中坡浩區 自從相關的廣場那裡吵過之後 現在每逢星期六、星期日 我們要特別是收早 收七點了 喝四月收七點 接著全部拉閘了 接著有些同事 不用去上班 連續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不用上班 因為他們是時薪的 那些是最受影響的 很簡單 我們沒有錢的 我們放沒有薪假的 我們會不會出外面消費 是不會的 長遠來說 其實不是要等某某大廚 去給我們錢 根本其實是要搞好現在 現在走出外面那些示威者 要有源頭在他們那裡 根本 如果他們一天不收手 這個世界一天都不和平的話 這個世界大家都沒有好的知覺 根本就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